今天氣象時間快來關心天氣 今天我們先來看到受到南方水氣一路影響 所以其實從一早開始呢 包含像是在整個花東地區 還有到局部的屏東一帶 都有出現比較明顯的雨勢 特別像是在台東還有屏東 氣象局從昨天晚上開始 就一路一直發布了大雨特曝 像是在今天的上半天呢 在屏東的牡丹 雨量就來到有接近60毫米 另外像是台東的達人 累積雨量也有接近53毫米的狀況 其實一整天呢 這些地方水氣會不斷的持續移入 天氣都是相對比較不穩定的 而另外可以看到呢 主要呢 因為有些雲系移入的關係 在東北部還有局部的北台灣 今天雲量也是比較偏多 所以天氣是呈現比較時陰時陽的天氣狀況 但是整體來講 對比於東半部地區 今天西半部都還是一個 相對比較穩定而且悶熱的天氣型態 像是在溫度來說 其實今天整個西半部地區 高溫都還是有機會 來到33到35度以上 特別提醒的就是在雙北市 桃園還有苗栗以及就是嘉義市 現在氣象局是持續發布了高溫 36度黃燈 而另外可以看到外島的金門 今天是發布了高溫成燈 金門稍早呢 高溫已經來到38.2度了 很多人會趁著暑假期間到外島活動 提醒您到外島活動的觀眾朋友 也要記得做好防曬工作 而大家很關心說 那今天 午後雷震雨會怎麼下呢 其實目前來看 隨著整個風向進一步轉吹的是 比較偏東南風到東風進來 所以除了迎風面的東半部地區 水氣比較偏多之外 其實各地的午後降雨範圍 都會開始明顯縮小 主要是以各地的山區 還有局部的南部地區為主 但是東半部地區的降雨 不只會持續到今天晚上 明後兩天也是如此 所以外出都要記得帶傘備用 最後一起來關心 今天各地更詳細的溫度預測 今天北台灣午後降雨範圍是明顯縮小 強度上來講也是跟著比較趨緩一些 所以降雨機率不算太高 只有些微的10% 所以沒有下雨 當然溫度也會比較高一些 局部地區要留意會有35 36度以上的極端高溫 而在中台灣的部分 下半天降雨機率10%到20% 我估計或是以山區跟局部的近山區為主 溫度落在30到34度 而在南台灣 台南還有屏東 今天降雨機率30% 特別是在靠近山區的部分 要可外留意會有午後雷震雨 東半部地區今天特別提醒的是在台東 現在氣象局持續發布了大雨特曝 整個東半部今天溫度落在30到34度 外島地區連江30到33度 金門澎湖31到35度 最後小丁寧再次提醒您 今天整體的天氣主要是落在 東雨西晴山區午後雨的天氣狀況 所以在西半部活動 外出要記得做好防曬工作 要記得多喝水 但是午後要到東半部 局部的南台灣還有山區活動的觀眾朋友 要記得帶傘備用 以上就今天的天氣日報